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海南鸡 海南鸡 这个海南鸡是不是顾名思义就是比如说海南那边出来的鸡 鸡不是海南鸡 鸡不是那边的做法吧 对一个做法 这个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鸡呢 我们今天用的是我们本地的三皇陶地鸡 陶地鸡不是土鸡吗 因为海南鸡它本来是应该用海南文昌的鸡 但是海南文昌的鸡到我们内陆它绝大部分都是送货 比较难以采购 然后这个鸡选用它的这个公母啊 或者是时间段的要求 最好是母鸡吧 公鸡也可以 不是公鸡 为什么公鸡和母鸡有区别吗 这两个鸡 肉质它还是不一样 公鸡它比较兴奋一点 哎呀我就喜欢兴奋的 我就喜欢兴奋的 我们今天挑的这个鸡呢 就是属于母鸡是不是 母鸡它的肉质要稍微比公鸡的要嫩一点 因为海南鸡它是白切鸡 我们的制作方法呢 它本身是不需要很多夺料的 然后一个是姜 而一个是我们中南亚特产的香茅 香茅 香茅就是重断啊 我的妈呀 哎呀我就说我会做饭吧 好险 这是香茅 香茅只需要这两种味道 然后这个主要 这两种主要是起到去腥 然后是保留它鸡的本味 就可以了 把这两种下进去 然后就水没有开 就去下 没错 请不吓岛的表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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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